但当对诸佛菩萨向前高声转读此经一遍 佛起病人可爱之物 佛衣服宝贝 庄严舌载 对病人前高声唱言 我摩家等 卫士病人对金像前舍之等物 佛供养金像 佛造佛菩萨形象 佛造他士 佛染油灯 佛师常住 如是三百病人 潜令闻之 甲令诸事分散 至弃尽者乃至一日两日三日四日 至七日以来 但高声白高声读经 世人命中之后 缩阳重罪 至义五五间罪 永得解脱 守受深处长之宿命 何况善男子 善女人 至书此经 佛教人书 佛智色 化 法菩萨形象 乃至教人 色化 所受果报 必复大利 我们经文读到这里 这个就是 接着这个我们昨天所谈到的 也就是 有人这个病得很重啊 或者这个夜梦不祥啊 那么 他的家人啊 必须要这样子做 或者是他本人啊 能够做的话 本人做 不能做的话 由他本身的家人来带坐 是要对着这个所有的活菩萨向前啊 高声转读此经一遍 也就是念这个地藏菩萨本宴经啊 用很高的声音啊 在活菩萨向前这样子念一遍 佛起病人可爱之物 这个病的人啊 他本身很喜欢的东西 起病人很喜欢的东西 或者是衣服啦 宝贝啊 庄严啊 舌宰 这个庄严舌宰啊 像庄呢 就是彩虹山庄也是山庄啊 盐啊 就是很好的你自己本身的盐地 那么房子啊 土地啊 这个宝贝可爱之物 这个都是你自己最喜欢的 对病人前高声畅言 跟病人讲啊 这个是要跟病人讲 就是说 也就是对着经啊 对着地藏菩萨本宴经 跟地藏相的前面啊 舍诸等物 把这些东西啊 舍掉 舍掉啊 可以讲好像是变卖掉 那么变卖掉做什么用呢 是要供养经相 这些东西啊 是要来供养经相的 就是说 印经 照相 或者 照佛菩萨的形象呢 或者建塔 建塔 建世 或者染油灯 点这个光明灯 或师常住 供养出家人 供养出家人 如是三百病人 这样子告诉病人三次 告诉病人三次 这个病人马上就会好 因为他会紧张地跳起来 这是开玩笑的啦 开玩笑的 不是说紧张地跳起来 可能他一听的话 一闷就完蛋了 气就憋住 他就完蛋了 这是潜令文之啊 这个意思是这样子讲啊 这个时候呢 这个病人虽然他的四神啊 分散 他人不能走动吗 病很重吗 他这个人本身有所谓的八四九四 在密教里面谈到九四啊 那么一般的这个佛经都谈到八四 八四田 我们讲说这个心啊 像一个田一样 有八种这个四在里面 眼耳鼻舌生意 就是六四啊 其中还有意识 最深意识 哦 这个安彭罗四 对 这个很多四的 一共有八四 这个都分散了 那么至少还有一两个四在 这个时候他还可以听得到的 虽然他病很重啊 但是他的四天还是清楚 还可以听得到 这个时候呢 就算一天两天三天四天 乃至七日以来啊 每一次的都要念诵这个地藏经 念诵地藏经 这个人啊 本身命中以后啊 他的病人的病中以后 就算有很多说事的很多的灾秧啊 还有很多的重罪啊 甚至五五间罪 都会得到解脱 也会消除掉 这个功德很大啊 连五五间罪都会消除 那么将来在转世呢 他知道宿命的事情 就是知道前世的事情 假如有人啊 这个 自己本身写这个地藏经 或教别人写 自己去雕刻 活菩萨形象 乃是教人雕刻 所得到的这个果报啊 都会得到很大的利益 都是得到很大利益 我们中心 就像新闻